大家好,我是王木头 在学习继续学习的时候 一般正经的教科书里面都会提到VC维度 不过虽然提到了,也说它很重要 但是很少有讲清楚VC维来龙去脉的 就比如说,继续学习为什么需要VC维度这么一个新的概念 我们都知道,线性模型的VC维度等于数据空间的维度加1 明明已经有了数据空间这个概念了 为什么还需要加1提出一个新概念呢 VC维度多出来这个1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还有啊,VC维度为什么叫做维度 它到底是什么空间的维度 这一次我们就有一个视频 彻底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让大家明白,VC维度真的是机器学习基础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发明 在上一个视频啊,我们一起从外围了解了一下机器学习 虽然说啊,学习它有三种方式 演义、归纳和演化 但是我们通常说的机器学习,还就是只归纳这种方法 这一次呢,我们就不只是停留在外围去了解机器学习了 而是要从最基础的理论去了解它 也就是PAC机器学习框架和VC维度的理论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也先做一个小预告 有很多同学,他其实都希望我能建群和大家多多交流 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我来说啊 建群沟通,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且也不知道建了群能做什么 如果建完群就是在里面灌水,那我就会觉得太浪费了 而这次呢,因为某件事的发生,让我意识到建个群,能和大家互相交流 其实还挺好的 更主要的是呢,就是我能在群里向大家求助了 当然,现在这个想法呢,是这个群可以不大 但是里面的氛围一定要好 具体的做法呢,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在视频最后再和大家交流 现在呢,就不打扰大家了 让大家可以安心的去学PAC和VC维度了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在上一次的视频我就介绍了 积极学习作为一种归纳学习方法 它学习的行为之所以能完成 那是因为我们默认在表象的背后啊 存在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规律 这个规律呢,我们还能用函数表达出来 比如说用大写的G来表示这个目标函数 如果说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一个分类问题 那么把数据X输入到函数G中 经过计算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X的分类 这个分类的结果就是Y 因为大写的G是我们默认的那个理想规律 所以这个分类的结果总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 就是有一个条件概率 大写的X是条件代表了输入的内容 大写的Y代表的是分类的结果 如果输入任意一个内容 最后分类的结果 它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这个函数G是我们希望获得的那个最终的目标 如果通过学习能把它写出来 那肯定是最理想的情况了 但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最终的目标我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已经知道的信息去猜 而我们猜的这个函数呢 用小写的H来表示 叫做假设函数 这个HX函数它也是对X的一个分类结果的判断 只不过呢 对于某些输入X HX和GX他们得到的结果并不相等 也就是说啊 H和G两个函数是有差别的 如果说我是上帝 这个宇宙是我自己编程做出来的 那我肯定会给宇宙里的人 留下一个特别简单清晰的API 他们只需要调用这个API 就能很简单的实现机器学习 这个API呢 应该是这样设计的啊 API的参数类型 它一定是函数类型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猜测的那个假设函数H 直接传给API 返回值呢 它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这个数值代表了 所有的参数H和目标函数G相差了多少 只要有了这个API 那要实现机器学习 只需要做一个循环 把我们猜测的所有的H 传递给API 然后把返回值最小的那个挑出来 因为返回值最小 也就代表了它和目标函数G相差最小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到的那个规律 只有这样才合理嘛 上帝如果是程序员的话 他一定会这么做 不过很可惜啊 我们这个世界的上帝 他应该是编程课没及格 他虽然留下了API 但是这个API偏偏是这个 大速定律 上集我们提到过啊 大速定律 它是机器学习的唯一救命稻草 但它也是机器学习所有痛苦的来源 为什么呢 因为大速定律这个接口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嘛 要想用这个API 我们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里的极限和无穷 数学里面写极限写无穷 这个太正常了 可是我们现实中啊 是没有办法处理 趋近于无穷这个事的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极限给处理掉 不过还好啊 这件事不需要我们操心 已经有数学家解决了 处理的结果呢 就是这样 霍夫丁不等式 霍夫丁不等式 就是把大速定律 经过变形后得到的 本质上它还是一个大速定律 但是这么一变形 就能把极限无穷给摆脱掉了 摆脱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人为的设定了一个界线 Epsilon 你可以把这个Epsilon理解成啊 是我们人为设定的一个预值 只要样本平均值和全样本期望 它们之间的差 小于等于这个预值 我们就是可以接受的 大于这个预值 我们就无法接受了 而霍夫丁不等式 他就告诉我们了 这个预值Epsilon确定之后 我们无法接受的情况 它发生的概率是有一个上限的 也就是说 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 我们无法接受的情况 它发生的概率 一定不会超过 不等式右边这个数字 为了方便呢 我们把这串数字 用德特来代替啊 这个不等式 它其实就是在等于 可我们说 我们可以接受的情况 它发生的概率 不会小于1-德特 也就是说 德特越小 代表情况越好 这里可能稍微有点绕 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这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不等式 貌似给了我们一个 判断假设函数H 到底是好是坏的方法 HX的好坏呢 它就可以从 这个对应的上级德特 来表现出来 对于一个假设函数HX 它对于的那个德特 就是越小越好 因为它越小 就代表了 我们无法接受的情况 发生的概率越小嘛 不过呢 也别高兴太早 刚才只是把第一个问题解决掉了 也就是说 把大速定律里的极限 和无穷的问题给规避掉了 但是在这呢 坑是一个套一个的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紧急着就来了 第二个问题呢 你可以注意这里 如果把这两个看作是 我们要传给这个API的参数的话 那这两个参数类型 它是平均值和期望 而我们假想中的那个参数类型 它是函数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H和G传过去 现在是平均值和期望 那我们要想利用大速定律 也就是霍福定不等式 那就没有办法直接用了嘛 那需要把函数 变成平均值和期望那才行 那如何把函数类型 换成平均值和期望呢 最简单直接的想法 可能就是想到 H它在样本D这个集合里面的 那个函数值的平均值带进来呢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说呢 不是不可以 没有任何理论阻止你这么做 但是这样做没有意义 因为理想中 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是假设函数H和目标函数G 它们之间的差别 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个差别进行量化 而这里呢 完全没有体现这一点嘛 所以正确的打开方式 应该是将H和G之间的差别 作为考虑因素 把这个差别变成平均值和期望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这样了 样本数据不再是只有X了 而是X和Y组成一组 其中这个X呢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照片啊 一段语音啊 等等这些数据 Y呢 是对这些数据的一个分类的标签 有了这样的一个样本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算出 在样本数据里面 H和G 它们不相等的时候 这个平均值是多少 就是这个绿色的E印 而在全样本中 H和G不相等的 那个期望值 它是红色的Eout 通过霍福丁不等式 我们就能知道 E印和Eout之间 它们差距超过预值 Y的概率 不会超过一个上界 于是这里就写成下面这个样子啊 至于这里面的E印和Eout 那个E 大写的E代表什么 我看有人说啊 它可以代表期望 因为它就是对期望的一个计算嘛 还有人说 它是代表对错误的统计 我绝大无所谓 大家能理解就行 这样的话 这个霍福丁不等式 我们就可以利用钱了 这个霍福丁不等式呢 就有点像是给E印和Eout之间 绑了一根软绳 你要是说 对于某一个具体的H 某一个具体的样本数据D E印和Eout 到底谁高一点 谁低一点 这个还真不好说 不过因为中间有这根软绳嘛 所以只要是用力的 把E印给拉低了 Eout也能被带得更低 Eout低了它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它就能代表了 H和G更接近啊 所以这个看似不靠谱的API 好像终于能被我们利用起来了 其实这就是PAC机器学习理论的框架吧 PAC它是概率 近似正确三个单词的首字母 也就是说 对于是否正确这件事 它既是概率的 又是近似的 是一个双重不确定的肯定 如果我要是在语言课上这么说 老师一定会骂我的啊 只听说过 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双重不确定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可这就是一个事实啊 它既有近似 E印和Eout之间是eps近似的 而这个近似的情况呢 它还是一个概率问题 发生和不发生 它是不确定的 不靠谱的事还没完 就算是一个概率 这个概率的确定的值 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能确定的 只是它的一个上级 也就是说 E印和Eout 它们之间连接的 还不只是软绳这么简单 它连接的是一个弹力神 虽然它们之间差距 大概率还是小于Epsilon的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还是有可能超过Epsilon的 甚至呢 超过的程度 还会非常的离谱 所以啊 记忆学习这个大厦 总觉得 它不是这么很牢靠 框架有是有 但是像是一个烂尾楼 到处漏风破破烂烂的 不过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嘛 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啊 有个折风党雨的地方 总好过没有 那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看一看 对于这个烂尾楼 我们是不是能 抢救性的装修一下 于是第三个问题 就紧接着来吧 不过对于这个第三个问题 它还是挺复杂的 而且这个复杂呢 它不是说 你得到解决方案复杂 而是你要想理解 这个问题的本身 描述的是什么 就也得花点工夫 比较复杂 在现实世界里呢 这也挺符合 事情发展的时间线的 PAC框架 在1984年就提出来了 提出它的是 2010年的图灵奖获得者 莱斯利 瓦兰特 但是我说的这个第三个问题 要真正的解决 还要等到2000年 那这个问题 它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个 在学习这部分知识的时候 很容易理解错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反正我在理解 这部分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 就很容易搞错 就是对这个不等式的 具体含义 没有理解太清楚 因为别看它这个写出来 就这么简单 但是它非常的复杂 怎么复杂呢 我给大家呈现一下 就知道了 首先这里的 Ein和Eout 它们是和H有关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猜测的那个函数 我们猜的函数不一样 Ein和Eout 它们可能会得到 不一样的值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假如说 这个绿色的曲线 它代表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Ein把H 作为变量的一个函数 H在横轴上的曲值不一样 它得到的值不同 Eout 它也是关于H的一个函数 H在横轴上的曲值不一样 它的值 这个Eout的曲值也不一样 Ein和Eout 它是不同的 然后这个蓝色的线条 就是Ein和Eout 它们之间的差值了 但是Eout 这个曲线的最低点 它肯定就是G 因为只有当我们猜测 那个函数 那个假设函数 它和我们的那个目标函数 相等的时候 它才能完全等于0 这个画出来之后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里只画出来了 Ein Eout 和H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影响Ein和Eout 不只有H 它还有我们的数据集 我这用这个D的符号来表示 它的下标N 代表这个数据集里面 有多少个数据 上边这个括号1 代表的是 某一次抽样 得到的这个数据集 这个编号不同 代表到我们抽样的这个数据集 它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数据集里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 就比如说 它需要有图片 然后还有图片的标签 它是猫还是不是猫 等等这样的东西 都在这个里面 不同的数据集 这个Ein的曲线会不一样 但是Eout的曲线 是没有影响的 它还是这一条 因为Eout 它和这个数据集没有关系 它是整体的 全样本的一个数值 那有了这个图之后 我们再稍微变形一下 就能知道这个Ein 和Eout 它们之间的差值了 它们的差值 就是这个蓝色的线条 我放下来 然后这个蓝色的线条 它有两种情况 是大于Ein 和小于等于Ein 就比如说 这个红色的 就是大于Ein 蓝色的 它是小于Ein 然后这种情况 它还是一个概率 也就是说 当它这个差值 大于Ein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概率的 这个概率 存在一个上级 到这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概率 到底是什么的概率呢 就是这里 红色的线条的个数 比上蓝色的线条个数 这样组成的一个概率 我们从概率的 最基本的定义 我们能明白 如果这是一个概率的话 那它就是 这个差值 大于Ein的情况 与所有的情况 进行比较 然后得到一个比值 就是它的概率 当然我们这是一个 试一的情况 所以说就假设 这里的所有情况 都是有限的 我们只是通过 有限的情况 来进行理解 其实对于这个概率来说 它的随机变量 就是它们的差值 虽然没有写出来 但是这个差值 就是这个随机变量 而我们这要看的是 这个随机变量 大于某一个值 这个事件 它的概率 那现在就是 这个随机变量 它其实是会被 两个因素影响的 一个 我们在这就看的 特别明显 是H 另外一个是数据集 我们穿上数据集 不一样 它们之间的差值 也会不同 也就是影响这个差值 也就是这个概率里 随机变量取值的 有两个因素 那这里的 大于Ein的情况 和所有的情况 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针对H吗 也就是说 是这里这个 红色的线条的数量 出于所有线条的数量 这样的比率吗 还是说 针对不同的数据集 其中大于Ein的 数据集的情况 和所有数据集的情况 的数量 进行的一个比率呢 还是说 把它们同时 考虑进来的一种情况呢 要想把这个问题 考虑明白 我们就要回归到 随机变量的 一个基本概念了 我们知道 随机变量 它是样本的函数 对于这个问题 它的样本是什么 它的样本 其实就是数据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是来源于 大数定律的 而大数定律 描述的是什么 描述的是 我抽样一次数据 然后再抽样一次数据 抽样很多次数据以后 它们之间的 这个期望差值 是趋于一致的 也就是说 然后这里说随机变量 它的来源是数据集 而h呢 只是它的一个 隐性的参数 是首先要把h确定 然后通过d 这个数据集的不同 然后去看 它的比率是怎么样子的 总之就是一句话 就是这里的所有情况 那就是 在同一个h的情况下 所有不同的数据集 它代表所有的情况 而在不同的 这个数据集的里面 令1应减去eout的绝对值 大于epsilon的情况 作为分子 然后求出来的概率就是它 当然这么讲 还是有点不直观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图 丰富一下 我这里只画了dn1 这样一个数据集 我们再增加 另外一个数据集 dn2 因为两个数据集 不一样 只有导致 它们的两个绿色的线条 也就是ein 是不一样的 针对这里这个ein 也就是针对这个数据 在这个数据集里面 我们去算ein的最小值 希望通过 找更小的ein 然后把eout的值 也给拉低 那找到这个值呢 我们从图上就可以看到 是这个 这个h形 而对于下面这个呢 因为数据集不一样了 它得到的曲线是这样子的 然后在这呢 也是要去 尽可能把ein的最小值找到 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个策略 把ein的最小值找到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尽可能的把eout的数值 也给拉低 那找到的数值呢 大概是在这 明显能看到 这里这个h和它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同数据集 会带来的不同 注意啊 这个不同的数据集 它是不会影响 eout这个曲线的 因为eout本身 就是代表的是全样本 上下两种情况 都是一样的 但我这只画了 数据集一 数据集二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可能的数据集 全部都写出来 然后再将它们整理 它们之间的差值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上面是这样的一个差值 下面是这样一个差值 而这里这个概率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不是说横着来看 红色线条的数量 去除以所有线条的数量 而是只看一个h 只看这里 在这个里面 对于数据一 它是红色的 对于数据二 它是蓝色的 这里面有红色和蓝色 就是所有红色线条的数量 和全部数据集的数量 进行比较 得到的一个概率值 这个概率值 是有一个上限的 这个上限就是它 也就是说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 用Δ来表示 这个Δ它有两种情况 大于ε和小于ε 对于一个确定的h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于数据集一 它可能是小于ε 对于数据集二 大于ε 对于所有的这个数据集 既有红色的格子 也有白色的格子 红色的格子 代表这种情况不太好 而白色的格子 代表这种情况比较好 而这个概率 它其实就是在说 这里红色的格子的数量 与所有这个数据集 样本D的数量进行比较 这个手写字体的D 它是一个数据集的集合 它里面的元素 就是DN1 DN2 DNI 等等等等 所有N个数据的数据集的情况 也就是说 这里的样本和样本空间 它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 那个抽样数据的X和Y 这个X 比如说是一张图片 Y是这个图片的标签 不是它 对于这个概率来说 它的样本 其实是一个一个的数据集 DN 而样本空间 是这个手写的D 就是每个DN都属于D 而这个DN 它才是这些数据的一个集合 到这是不是大家就觉得比较绕呢 那为什么会这么绕呢 那就是因为 我们为了去应用这个API 这个里面 必须要换成期望和平均值 要换成期望和平均值 它对应的这个样本 它就变了 它变成这个DN了 而样本空间也变了 就变成所有DN的情况了 这就是换成期望之后 给我们带来的理解上的一个麻烦 它绕了一个弯 那好 现在我们确定了 这个概率 它只是考虑了数据集不一样 带来的不同 然后求得的概率 那这里还有一个H呢 这个H 也就是我们这个猜想 这个假设函数不一样 最后也是会影响这个概率值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H 对这个概率值的影响 用FH这个函数来进行表示 注意啊 这个FH 它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值 代表一个概率 但是呢 这个H并不是随机变量 因为H是随机变量的话 那FH就代表一个概率密度函数 概率密度函数是可以归一的 而现在这个函数 它是不见得归一的 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总是在强调 这里的随机变量 它是和数据集DNI有关的 而不和H有关 关键就在这个归一问题上 如果想要把H也考虑进来 不是不可以 但是在归一这个问题上 就已经变了 那这个概率密度的随机变量 和样本空间就全变了 最后得到的数值 上线也都全都不一样了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再涉及 现在我们就来看 前面这部分 它是把所有的抽样数据的情况 都考虑到了 而这呢 它是要考虑 不同的假设函数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把这个图像画出来的话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只是一个示意图 它不见得像我画的这样 就是有一个凹点 然后其他的就是光滑的 它可能这是非常扭曲的 但是不论怎样 它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这上面的 所有曲值 都不会比这个上级大 它只能是小于等于这个上级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曲线最低点 它对应的那个H 也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那个目标函数 G 因为只有当H等于G的时候 对于任意一个抽样出来的数据 E应是等于0的 EA也是等于0的 最后得到这个点 从这里能看出来 F的曲值越小 就代表了这个 大于Epsilon的 这种坏情况 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这个曲线越大 它的这个坏情况 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有了这个曲线 就能帮我们理解 最开始说的那个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了 首先理想的情况 就是这个东西 它代表了H 在所有的数据集上 它有多可靠 数据越小就越可靠 如果说我们能知道这个函数 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现实呢 现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求出这么一个函数来 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上界 对于横轴上所有的H 它们都是得到的同一个上界 没有办法去区分出H到底是好还是坏 因为这个上界的数值 它只依赖于数据集的大小 也就是这个大N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这里的两个绿色的线条 就代表的是DN1的一印 和DN2的一印 我们前面提到了 在这里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去找一印的最小值 一印的最小值 对于这个数据集来说 找到的是这个浅绿色的H星 对于它来说 找到的一印的最小值 是那个深绿色的H星 现在我们有上界视角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深色的H星 它是要优于浅色的H星的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上界视角 我们有的只有这个东西 只有这么一个上界 对于这个深色的H星 和这个浅色的H星 它们数据集里的数据个数 都是大N 也就是说 它们的上界都是这个东西 我们通过它 并没有办法区别出 这个浅色的H星更好 还是这个深色的H星更好 这又导致了 我们在用这个规律 去进行机器学习的时候 通过让一印最小 找到的那个假设函数H 它到底是好是坏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它的好坏 太依赖于数据集了 具体数据集里面 操下出来的数据不同 比如说你用的是A库里的图片 另一个人是用的B库里的图片 你们得到的最后的结果 可能会相差非常的大 原来这个问题就非常无奈了 机器学习 想学习背后的规律 而背后规律的好坏 就和抽卡一样 具体是好是坏 你还要看脸 现在是不是隐隐约略的 就可以知道 我们刚才说的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我总结一下 本来我们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它留下一个API 通过这个API 我们可以直接去用假设函数H 和目标函数G进行比较 透过反复比较 挑出那个最好的H来 但是上帝留下来的这个API不给力 只留下来了一个大数定律 也就是整理过的那个霍夫丁不等式 我好不容易把假设函数H 换成了平均值 才让霍夫丁不等式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机器学习了 但是想要利用霍夫丁不等式 来进行机器学习 最理想的情况也就做不到了 因为目标函数我们不知道 没有办法拿假设函数H 和目标函数G 直接进行比较 那既然最理想的情况做不到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呢 用第二理想的情况来代替呢 那这个第二理想情况 那就不是拿H和G直接比了 而是让所有的假设函数H 它们之间互相比 通过它们之间互相比较 在所有的可能的那个H里面 挑出一个最好的来 如果第二理想情况能做到 好像也行 但是呢 还是这个霍夫丁不等式 给我们限制住了 不同的H之间可以互相比 但是能比的 只是这个一硬的大小 这是因为评价H好坏的理想标准是Eout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Eout 能比的只有E 虽然E和Eout之间有联系 E小了那个H Eout可能也小 但是它们之间这个联系很不靠谱 连接的是那个谈历史 我们就算是把E等于0 这个H找到了 把它拉到最低了 那这个H和G之间到底有多接近 我们也是要看运气的 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还得看脸 每每想到这的时候 我内心都会吐槽 看来上帝他真的不是一个强序员 而是一个课金游戏的设计师 PAC学习 他就像是抽卡 可能飞球 也可能欧皇 要想结果好 你只能多课数据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继续再妥协了 看看是不是还有第三理想情况 能帮我们更好的 去做H之间的横向对比 本来呢 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就是这个概率值 因为这个概率越小 就代表着H越好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概率的确定值 只能知道这个概率的上级 这个上级的大小 如果和H有关 那也行 我们可以说 让上级更小的那个H更好 但现实是 这个上级和H无关 没有办法拿来给H进行横向对比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霍夫丁不等时 或者说大速定律 这个唯一的API 给我们留下的第三个问题 面对上级这种无良设计 有没有挑H 不靠选学的方法呢 我们到底是认命还是不认命的 你看一下我这一期的时长 就知道 数学家们的选择是不认命 至于如何才能更进一步 不知道大家 我自己的思考习惯时 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会停下来 先问一下自己 先思考一下 如果是我 我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哪怕我没有高深的数学技巧 但是有个大概的思路也小 那很多时候呢 一个问题阻挡住我们 不是没有思路 而是没有技巧去贯彻自己的思路 但是这次这个问题 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不是技巧够不够的问题 而是压根就没有思路 也难怪全世界的计算学家 用了将近20年 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好在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不用想了 可以直接边看答案边去理解 那这个问题 它的思路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刚才问题是卡在这儿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抛开上帝视角 我们只能有这么一个式子 只能得到这个上界 就是对于所有的假设函数H 我们能确定的 都是它有同样的一个上界 具体哪个更好 我们没办法分辨出来 如果是就用这个方式 去进行机器学习的话 那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 猜出来的那个假设函数 它到底是好还是坏 那只能是看运气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数学家们给的解决方法呢 是这样子啊 就这里我们不是 从所有的H里面去挑一个 没有办法去区别 它到底是好是坏吗 那行 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的挑 我们可以先挑一堆出来 就比如说 这个手写的H1 H2 H3 它分别代表的是 三个假设函数的集合 这里有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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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去挑单个的H 因为它的好坏 我也分辨不出来 而是我想办法去比较 H1和H2 H3哪个更好 通过这个比较 把比较好的那个H2给挑出来 知道H2之后 我再在H2里面去挑选 一个确定的假设函数H 那这个时候就会得到一个 不是很差的结果了 就比如说 这个数据集下 如果是在这个所有的H里面去挑 去寻找因应最小的话 那找到的是这个点 但是在这里去挑 找到令因最小的那个H 是哪呢 是这里 这个距离G更近 那对于他呢 也是这样子的 他在这找到 因应最小的点 是在这里 距离G也更近了 虽然他们之间的好坏 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依赖于我选择的这个数据集 是好是坏 他们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也可以从中看出来 他已经没有那么依赖了 这个思路是不是挺好呢 但问题又来了 首先你这个H1 H2 H3 他们之间怎么能比呢 还有就是 你当个的H没法比 为什么一群的H就能比了呢 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要去介绍了 首先要把这个单个的H 换成一群的H 只靠这个关系就不够用了 我们前面说了嘛 这里的随机变量里面 只和数据DN有关 它是和H没有关的 那如果想要考虑一群的H的话 那需要把H也放进来 让它也成为影响随机变量的一个因素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去对它进行改造了 还是把这部分看作是这个德塔 原来的函数呢 是H作为一个参数 将数据集带进去 然后得到一个随机变量 就是这个德塔 原来的样本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数据集 它的样本空间是这个手写的D 现在就要变了 它的函数变成了这个样子 H它不再是一个参数了 而是拿到了括号里面 它成了一个变量 那你说这个H在外面和在里面有什么差别呢 重点的差别是在下面 它的样本变了 在这儿它的样本是D 而在这儿呢 是D和H同时成为了样本 那针对的样本空间 那就是这个手写的D和手写的H 它们的迪卡尔乘级 这个代表什么呢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 这是原来的样本 这是现在的样本 现在的样本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它的样本空间 也变成了这样一个迪卡尔乘级 那又代表的 原来这个德塔 我要去挑不同的德塔 只需要在这个D里面去挑就行了 现在这个德塔呢 它必须要在D和H的迪卡尔乘级里面去挑 再细化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啊 原来的H 单个H的好坏 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的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D里面 去看一看 有多少是这个比较坏的情况 就是大于Epsilon的这个情况 发生 把这个事件数量记录下来 然后处理所有的情况 用这个作为概率去衡量好坏 现在呢 因为样本和样本空间都变了 所以说一大堆的H的好坏 那就要变成 在所有的这个迪卡尔乘级里面 去把坏的情况的数量记录下来 然后处理迪卡尔乘级的个数 什么意思呢 我用一个图表来给大家呈现 就更容易理解了 这是原来的情况 它是一个一维的 这个一维的坐标呢 它只有这个数据集的不一样 现在呢 就变成了是一个二维的了 在一维的里面 是把这个红色的数量挑出来 除以整个的数量 那现在呢 也同样是把红色的数量挑出来 除以整个的数量 只不过呢 这个红色的数量是在二维里的个数 这个整个的数量也是一个二维的个数 那这个就是他们进行变化的本质的区别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对这一部分 再进行化解了 我们把这个拿到这边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式子 如果把上面给写的更细一点 这个是每一行里面有多少个坏的情况 这个连加呢 它代表的是 所有行我都考虑一遍 所有行我都进行这样一个技术 最后就能把所有的红色的这个格子的数量给挑出来了 而下面呢 就是整个这个表格 它有多少个格子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为了方便处理 可以增加这么一行啊 这个一行代表是什么呢 就代表的是 对于这个同样一个数据集 这个里面如果发生一个不好的事件 那它就代表了不好 如果说对于这个数据集 所有的格子都是好的 那代表这个是好的 那这一行里面这个坏情况的数量 它一定是大于这一行的坏情况的数量的 不只是这一行 而是所有这一行一行一行 每一行的坏情况的数量 它都要小于这个货 或者说这个并出来的结果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上界了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用它去代替每一行 因为它肯定是大于等于 每一行这个红色格子的数量的 那这样子的话 那整个所有这个表格里面 红色格子的数量 它一定是小于行数 乘以这个上线值的 于是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因为这是一个迪卡尔长级 所以说这个H和这个H就能约掉 最后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那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说了 它其实就代表了 对于同一个数据集 也就是同一列 如果里面有一个坏情况发生 那就计数为一 如果所有情况都没有坏情况发生 那计数为零 那写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是货 所以说这个里面 大概率是有一些重叠的情况的 但没关系 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上界 我们就可以把这货的关系 变成家的关系 这里换成小于等于号 这个分子 它一定是大于这个分子的 因为这里它没有排从 而这排从了 有了这个式子之后 我们再看 这里的每一个分子 除以分母等于什么 它其实就等于 单个这个H 它的概率 也就是有多少行 就有多少个这样的概率 而这个概率呢 我们前面知道 它是有这个上界的 那所有的这些相加 它最后它一定是小于等于 它的个数 也就是这个手写H 它里面元素的个数 乘以单个概率的上界 得到了这样一个式子 通过这种方式 不同的H之间就能比较了 那现在我们找到了 不同的这个群体的H 之间进行比较的方式 那为什么单个的 它不能比较 换成群体之后 它就能比较了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前面 画的这件一个示意图 如果说我们找的是这个H2 在这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H2集合来说 这里面的H 它虽然也会有这种 红格子出现的情况 但是呢 它出现的情况比较少 而且我们大概可以去猜测 这个红格子出现的原因 往往是因为某个数据 它选的太偏了 是某个数据导致的 因为数据太不好 它让大部分的H都不好了 所以说 对于好的H比较多的 这个集合 红色的格子 都基本上集中在 某几个具体的列上 也就是说 都基本上集中在某几个 特别差的数据级上了 而对于大部分的数据级 它其实是好的 它是没有这个红格子的情况的 而对于这些差的呢 这就相当于是好的H总是相似的 不好的H各有各的不好 那对于这些不好的H 往往拖后腿的 就不是某些具体的数据 取得太偏了 而是你这个H 它选的本来就不好 所以说 这些红色的格子 往往会比较分散 最后求病的时候 红格子 它又不是简单的 集中在某几个列上了 而是可能会分散得非常广 最后得到这个病的结果 就比较大 这是我理解的 为什么单格的H 我们没有办法比较 它们都有相同的上界 而去考虑群体的H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不同的H 它们之间就能形成差异 这个差异哪来的 就是从这来的 好H都是相似的 不好的H 各有各的不好 讲到这里 我想大家应该能明白了吧 解决刚才说的 那个第三个问题的思路 其实就是 把考虑的对象给换一下 原来是都考虑的单个H 现在我们换成 对一群H进行考虑 单个H的话 不论H是好是坏 只要用到的数据量是相同的 那么它们对应的上界 都是相同的 区别不错 谁好谁坏外 而换成一群H之后 不同群体的H 它们之间就有好坏之分了 而这个好坏之分 还不止体现在数据量上 还和H 它这个群体的特征有关 那这样的话 H群体之间的好坏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上界 作为一个评价的标准了 第一步就是利用上界 将好群体给挑出来 第二步 再从挑出来的这个H群体里面 挑个体 因为已经有了第一步做保障了嘛 所以第二步挑的时候 就可以再利用一应 作为评价标准去挑了 这样的话 就算是运气不好 没有挑到那个最好的H 但是因为这个群体里面 H的整体的素质都不错 那挑的再差 也不差到哪去嘛 这就相当于是 把整个底线给拔够了 至于为什么单个的 不能这么比群体的就行 我们前面讲过了 就是因为 好的H 它总是相似的 不好的H 各有各的不好 所以挑选H的时候 不是选项越多结果越好 反而是把选项的范围缩小之后 就更容易得到好的结果 当然了 这么做它的附带结果就是 学习的不总增加了 原来呢 是直接挑一个H就行了 现在要分两步了 第一步 才是从群体里面挑好的个体 那这个H的群体 代表的是什么呢 其实不同的群体 它代表的就是 不同的学习模型嘛 像是线性模型 它就代表了 全部都是一次函数的H 机器学习的核心有三个 模型 策略和算法 模型和策略哪来的 就是这来的 不同的模型 对应的就是不同的H群体 不同的策略 就是对应的 同一个H群体里面 用什么样的标准 挑出单个H来 我在了解了这部分知识之后 我还把自己之前的一个观点 给颠覆了 之前我总认为 机器学习要先确定模型 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 没有办法对所有的可能性 都进行挑选 进行对比 所以要先框定一个范围 把问题给简化一下 现在我知道 先确定模型 不只是对现实情况的 一个无奈的妥协 它更是一个 对更优策略的主动选择 思路就是这个思路了 思路是有了 不过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不来了 问题至少有两个 第一个是 这个群体的上限 的确和H这个群体有关了 但是它只和群体的数量有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像也没有办法 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H这个群体 并不总是有限的 还有可能它是无穷的 就比如说 所有一次函数 对应的H这个群体 和所有二次函数 那个H群体 如果是看群体个数的话 它们都是无穷的 但是它们的能力又很不一样 这个该如何区别呢 所以思路是有了 但是要想让这个思路真的可行 那我们必须从技术层面上 把这两个问题给解决掉 那这两个问题 到底如何解决的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前面说的那两个问题 解决它们的钥匙 就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货的关系 我们压根就没有去排虫 直接就换成加法了 这个过程太简单粗暴了 要想解决前面的问题 我们就要把这 做得更精致一点 怎么做呢 我们就从最简单情况去考虑了 这是一个 只有一个数据的情况 而我们选的那个H的集合 它是所有的一次函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H 它们画出来的话 就是这么多直线 通过这个直线 会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判断 而且只是去判断这个数据 是圈还是X 是X代表1 是圈就代表0 这个数据是X 然后它的标签假如是1 但是不论怎么样 不论这些H 从H1到H5 它把这个数据判断的是1 还是0 它们肯定是同时对同时错的 既然是同时对同时错 那它们对应的这个一印 也肯定是完全相等的 如果都对的话 那全都等于0 如果都错的话 那全部都等于1 所以说在这个货的关系里面 这个Δ不是一印减去1Ω吗 对于所有的H来说 1Ω都是相等的 1印又相等了 那所以说这个Δ就是相等的 只要这里面有一个Δ 是大于ε的 那所有的都大于ε 只要有一个是小于ε的 那所有的都小于ε 也就是说 它们所有的货的这个情况 都可以合并成一个 这是一种 还有这个黄线又是另外一种 这个黄线总是和它相反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简单的问题来说 只有一个数据 那所有的H它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是和蓝线是一类的 要么和黄线是一类的 蓝线如果是判断对的话 那黄线判断就是错的 相反也是一样 所以说这里的所有的这个货的关系 它们就可以合并成两类 也就是蓝色的线和黄色的线 两个概率 然后它们再相加 那就不是这个H的集合 它里面元素的个数 而是只有两类 所以说它乘以2就行了 原来这个H所有的一次函数 它是无穷多的 而现在变成了2 这是只有一个数据的情况 我们可以再去看 如果是两个数据 有一个是圆圈 有一个是X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H都可以归成这四类 不论它们划分的是对还是错 这个我们暂时不考虑 只考虑它的可能性 所有的H只有这四种可能性 像蓝色的 那就是它们要么同时是圈 要么同时是X 而这个黄色和蓝色正好相反 如果蓝色的判断它同时是X 那它就判断同时是X 这些绿色的线代表的是 判断它是圈 就判断它是X 如果判断它是X 那就判断它是X 长色的线和绿色的线 也同样是一个是圈一个是X 但是它们最后判断的结果是相反 绿色的判断它是X 那长色的判断它就X 反正其实就只有这四种情况 也就是说这四类H 它们都是同对同错的 和前面那个两类的是一样 所以说这些东西合并起来 也就只有这四类 所以说把它们加起来 就是4乘以这个上线 你看前面是一个数据的时候是2 现在是两个数据了 乘4 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下规律了 我们可以看 如果是一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不考虑对错 只考虑可能性 那一个数据 那我们的假设函数H 可以把它判断成是圈 也可以判断成是X 最多只有这两种情况了 所以说我们上面看的一个数据是2 那现在呢 只有两个数据了 那有两个数据 不考虑判断对错的情况 那所有的这个H 最多只有这四种情况 要么全部都是圆圈 要么是一个X 一个圈 要么是一个圈 一个X 要么是全部都是X 这是两个数据 如果是三个数据呢 那我们慢慢就能找到规律了 它其实就是这个数据的 所有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现在只考虑 最简单的情况 这个数据 它要么是圈 要么是X 是一个二分问题 所以说两个数据 它对应的可能性就是四个 那三个数据 对应的就是八种情况 那四种数据 对应的就是16种情况 那通过这个规律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了 对于有N个数据的情况 那它至少是有一个上界的 这个上界是2的N次方 乘以这个上界 这是整个群体 那这个就能摆脱 我们前面说的问题了 前面说的那个H 是无穷大的 现在它至少不是无穷大的 它是一个有限的 只不过这个有限的上界 它还是一个指数型的 这个还是蛮大的一个数 还有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 再推广一下 现在这里我们只考虑 是一个二分问题 所以说它是2的N次方 那如果是三分问题呢 可以是圆圈 可以是X可以是杠 那一个数据是三种情况 两个数据就是九种情况 三个数据就是27种情况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三分问题的话 那就把这个2换成3 如果是四分了 那我们就是把2换成4 现在我们可以说是 找到这么一个规律了 把这个H是无穷的 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上界还是一个蛮大的上界 这个上界还能不能继续说呢 其实我们前面大概也介绍过 大家应该能注意到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还是线性问题 还是二分问题 现在是四个数据了 那一条直线是不可能 让数据出现这样的一个分类的 那对应到我们这个增值表里面呢 那其实就是这一列和这一列 它们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就不论这个直线画在哪 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呢 这个H这个集合 它里面有效的分类的个数 它不再是2的四次方 而是比2的四次方要小 成了14了 也就是说这个集合 它是随着N的个数增加 它是可以形成一个序列的 但是这个序列 它有某个特征 就是当达到某个点的时候 前面还是2的N字方 后面就不再是2的N字方了 这就是这个序列的特点 当然这是一次 我们挑的这个H里面的元素 全部都是一次函数 是这个H的特征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H换一下呢 换成二次 二次函数 写成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增加了后面这几项 如果有了它的话 那这个H画出来 所以不再是仅仅是直线了 它可能是抛物线 它也可能是圆 是椭圆 所以说如果是二次的话 那就没有前面这个问题了 它到了四个数据 它仍然是可以把16种情况 全部表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 对于二次的这个H的集合 它有效的分类个数 仍然是2的N字方 也就是说 对于它这个集合来说 它的序列仍然是24816 现在我们就能看出一些苗头来了 H不论是一次还是二次 它的个数都是无穷的 但是呢 它们的某些特征还是不一样 这个特征在哪体现出来呢 是这个H的这个有效值 它这个随着数据各数的增加 它形成这个序列 它序列在某个地方会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的位置 构成了这个集合的特征 这个特征某个程度上来说 就能去代表不同的 假设它是集合的特征 我们具体可以来看一下 还是看回这个一次的情况 当数据是123的时候 它都是2N 然后从这开始 这个序列开始发生变化 不再是2N了 而是小于2N 不只是4啊 其实很容易就能证明 只要一个地方是小于2N 它后面全部都是小于2N的 这个界限其实就是在 体现这个集合的特征了 为了更好去表达 我前面说的这些呢 数学家们分别对前面和后面 起了相应的名字 前面这个叫shatter 就是打散 后面这个点叫brink point 当然我在去学习的时候 我看到林轩田老师的课程里面 他有的时候 把这个出现小于2N 最小的这个点 叫做brink point 有的时候他又把 后面所有的点 只要是小于2N的 都叫做brink point 在我这呢 我就统一一下brink point 统一指这个最小的一个点 也就是这个临界点 就这个shatter打散 它代表的前面这些数据 只要存在一组数据 能让这个集合里面 所有h对这个数据 判断的结果个数 满足2N就可以了 就比如说 三个数据 如果是这么列了的话 那是不论这个直线怎么化 都不可能存在 把这三个数据 判断成圈插圈的情况 那它其实是没有打散的 但是我们考虑的是 只要存在一组数据就行 也就是说 虽然N等于3的时候 有不被打散的情况 但是它只要存在一组数据 能打散 那我们就称这个地方 是可以被打散的 只要三个数据 不供限制不就行吧 在N个数据的情况下 能被打散 它就代表的 存在一个数据集 它里面的任意一组数据 只考虑其中的X 把这个X 带到这个函数里面去计算 它可以组成一个 对错对错的序列 这个对错对错的序列 只要是能把这个列填满 也就是只要能满足2N 那么它就被称为是打散 在shatter这 在打散这部分 是存在一个数据就行了 那对应到bring point 那它其实就代表的是 对于所有数据 都不被shatter 那这个时候 这个点才能被称为是bring point 那好 现在我们知道了 shatter和bring point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那被shatter 它就不是bring point 出现了bring point 它后面都不会被shatter 那知道它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叫增长函数 这个增长函数 它其实就是代表 这个H集合里面的 有效的分类 那这个概率 我们就能用增长函数 乘以这个上限值 来去表达了 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知道 对于不同的h来说 它这个增长函数 它到底等于什么 它不只要去看这个rn的 它还要去看bring point 是不是存在 存在它存在在什么地方 总之就是去求这个增长函数 还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呢 我们能不能稍微 把这个条件放宽一点 也就是说 不是去找这个增长函数了 而是去找增长函数的一个上级 然后用这个上级 把这部分给约束起来 约束成这个样子 前面不是说了吗 这个增长函数 它不只是依赖于数据的数量的 它还依赖于 什么时候出现bring point 如果是没有bring point的话 那它所有的都是2n 那如果有bring point 那它一定会影响增长函数的 而我们引入这个上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增长函数不太好走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律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上级 而这个上级 它的规律比较好走 通过这种方式 近似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呢 那接下来的关键就是 如何去寻找这个上级 它的表达式 我把这个拿上来 这个呢 是增长函数的一个上级 我们想让这个增长函数 有一个有相对简单规律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这个表达方式是什么呢 笨办法 其实就是填这么一个表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表全部填出来 那这个上级的函数也就找到了 行代表的这个k bring point的数值 n代表的是数据的个数 那接下来我们要尝试去填下这个表了 强调一下 这里所有的前提 都是说存在bring point 我们才能去这么考虑 如果这个h它就没有bring point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前提是存在bring point 那怎么去填这个表呢 这个表里面的具体的数值是什么呢 为了方便后面理解 我们回忆一下 其实这里面的数据 就是我们要去数一下 这个数据对应的这个增值表里面 有效的列有几列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填这个表格的时候 用到的方法 就是画这个增值表 然后去分析它的有效的列 到底有多少个 什么意思呢 我们接下来一步一步去看就行了 你要知道 我们关注的是列的有效的个数就行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格子 如果一个h的集合 它对应的这个数据 只有一个bring point 也是在1这个点上 那么这个红格子填多少呢 其实比较简单 只有一个数据嘛 然后bring point等于1 也代表了只有一个点的时候 它都不能被shatter 不能被shatter 就是说一个数据的时候 它要么是圈 要么是差 不可能同时有圈有差 因为如果同时有圈有差 就和这个k等于1矛盾了 所以说这个红格子填1 那对于只有一个数据 k等于2呢 那很简单嘛 就是一个数据的时候 它能被shatter 那它就两种可能 bring point等于3呢 还是一样的嘛 还是只有一个数据 它能被shatter 它还是最多只有两种情况 那往下就不写了 只要是一个数据 它的k不等于1 那它一定都是等于2的 所以说整个这一行 写下来应该是这个样子 其实呢 我们还能从中找到规律 只要这个bring point 它的值是大于n的 也就是说我们取得这个n的个数 还没有达到bring point的点的时候 它都是能被shatter的嘛 它都是2的n次方 所以说下面这一半格数 我们都可以填上了 2的n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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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这些填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接下来就要看这里了 这个点怎么填 如果是两个点 k还等于1 那这填什么 其实如果是蒙的话 我肯定是蒙1 那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可以用反正法去看一看 如果说n等于2 k等于1的时候 它不等于1 这就代表了 这两个数据 它有两种情况 我这随便举 假如说这里是两个圈 和一个x圈 在这我们是看不出来 它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别忘了 n等于1 k等于1的时候 它应该是等于1的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 从这个里面 我们挑一个数据 比如说把第一挑出来 那这个时候 n等于1 k等于1 就等于2了 这个2和这就矛盾了 而这里呢 只要这是两列 都可以得出 这是等于2的 所以说 有两列是不可能的 它只能有一列 也就是说 这里的值 只能等于1 就是这四种情况 要么同是圈 要么是x圈 要么是圈x 要么是xx 那这是这里啊 那下面也一样 它们肯定也都等于是1了 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这一列填上了 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 这呢 n等于2 k等于2 它又等于多少呢 对于这个点呢 我们可以试着去用一下 夹逼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 n等于1 k等于2的时候 这个部分 它等于2 n等于2 k等于3的时候 它等于4 也就是这 等于4 那这个一定是在2和4之间嘛 所以说 它应该是有两列 或者是三列 不过呢 我们这不是要找上限嘛 所以说在这 也就不麻烦了 我们直接填上3 那其实这个数填出来了 下面这几个格 和它都是有相同规律的 这个格 它应该是在4和8之间 这个格应该是8到16之间 这个格是16到32之间 那我们干脆 把这里的所有的数值都填上 比这边小一个数的 那个值 填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7 15 31 63 注意这儿啊 我们前面分析线型函数的时候 它就是n等于4 并且k等于4 那个时候算出了值是14 因为我们这儿求的是上限 所以说就写成15了 它准确的增长函数的值 在这是14 不过我们还是考虑上限 因为后面就知道了 通过上限比较容易找规律 这就填成15了 那么这串填上了 我们又完成了很多任务 那再来看这个格子 这里填什么呢 它还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它肯定是大于3 小于7 那我们就不如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选择把这儿填的这个数值 比它大一个 填成4 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 在4的情况下 再增加一列 变成5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再把它增加 如果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填4了 当然你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这些格子填的时候 是最大的值减去1 而这儿填的时候 是最小的值加上1呢 这是因为这不是解题的思路 这是一个让你去理解这些格子 它为什么填这个值的一个思路 也就是说它这个没有一致性 只是让你明白 我这儿填4 它是有道理的 就可以了 这儿填4 它为什么有道理 我们就来看一看 4它是应该有4列的 也就是N等于3 K等于2 假如说有这么4列 我们看一看 能不能再给它增加一列 然后不带来任何的矛盾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这就改成5 如果不行的话 那这儿就是4了 我们看一下 这儿能怎么填 首先我们还是有前面的经验 三个这个里面 我们看不出来 这儿到底能填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去考虑 三个里面挑两个 就有这三种情况 就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挑的是第二第三 那N等于2 K等于2 它是应该等于3的 那我们可以看 它虽然有4列 但是这一列和这一列是相同的 所以说它还是三种情况 它是满足这里的 那这儿也一样 这一列和这一列是相同的 这个也一样 这一列和这一列是相同的 所以说这三种情况都满足它 那如果他们再加一列呢 要想还满足这一条的话 这两个它不能同时是X 如果同时是X的话 那这儿就成了 一二三四四种情况了 这也一样 它不能同时是X 如果是同时是X的话 那这儿就等于4了 这也是 如果同时是X 就代表了这是4 那他们不能同时是X 把他们合并起来 放到这儿 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只可能是同时是圈啊 但我们也能看到 同时是圈 它就和这里相同了 也就是说 我们增加的一个东西是无效的 这儿还是等于4 那这个4我们就留下来了 4留下来了 那再往下看 这里填什么呢 其实到这儿呢 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规律了 4 7 加起来 可以等于11 你看 3 12 3 22 4 8 86 7 85 31 32 63 那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假设了 这是不是能填11 以及这里的所有的格子 是不是都可以去用 它的上两个格子相加得到呢 这个11这个数据是可以填的 这是数学家们亲自去算过 或者是用计算机编程 穷取法去找了一遍 真的找到了这11种情况 也就是这个样子 n等于4 k等于3 这11种情况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这是通过计算机找出来的 没有什么规律 但是呢 我们是有自己目的的 我们其实是想验证一下 这个11是不是可以变成4加7 也就是n等于4 k等于3 等于33加上32 如果我们想找这样的规律 直接看这个表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但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变形 变成这个样子 分成两部分吧 绿色的这是一部分 蓝色的是一部分 通过它 我们就能去找到33加32等于43 怎么做呢 我们把它拿上来 这部分的列数 我们把它当做是2α 这部分的列数当做是β 那43就等于2α加上β 我们重点可以看一下这部分 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一行挡上 只看上面 这是不是这两个是重复的 这两个是重复的 它们是两两重复的 也就是说 这个部分拿出来是一个α 挡住的部分拿出来是另外一个α 于是这个表格就能变成这个样子 它是等于α加上β组成n等于3k等于3 这里比它少了一个数据 最下面的一行拿掉了 所以说是n等于3 它呢是n等于3k等于2 这里拿掉一个k等于2 一共是4个 那上面这一个列数就等于它们相加 那么就是这里43等于33加上32吧 所以说这里填11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大胆一点 把这个规律拿过来去推广一下 现在是43等于33加32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 用更通用的表达式写出来呢 写成nk 是n-1k加上n-1k-1 当然要想严格去得出这样一个规律 这这个等号就要变成小于等于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们也是要找上级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完全都可以用 上面这个规律填写上了 1加4 5小于等于5 11加15小于等于26 等等等等 全部都按这样的方式给填写下来 那现在这是一个地规公式啊 如果大家上过算法课的话 一定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把地规公式换成通式表达出来 这个地规公式的通式是什么呢 是这个 从n个里面挑i个的组合数 然后加起来 注意啊 在林轩天老师的课上 他说了这部分我们只证明了小于等于 如果换另外一套数学的思维方式 是完全可以证明它大于等于的 也就是说这换成等于是没问题的 而我们的核心呢 并不是严谨的去了解它背后 所有的证明过程 只要明白这个上界的公式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而它呢 又可以被另外一个上界给框住 这上界是什么呢 也就是它一定小于一个 n的k减一次 这么一个多项式表达式的 那具体这个多项式表达式 不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复杂柱的方式 给它表达出来 写成这个样子 而这个条件其实还可以继续的放宽一点 直接把它换成 n的k减一次 作为这个上界的上界 因为它的值我们写出来就可以知道 只要n大于等于2 k大于等于3 这里的值都是比它更大的 所以说它一定是可以作为 这一部分上界的上界的 好到这儿 我们对于增长函数的上界 找到了它不再是一个指数级的 而是一个多项式级的 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 所有的这一切前提都是 bring point存在 如果没有bring point 或者说bring point 它是无穷大的 那这一切都不用考虑了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把它放到那个不等式里面 也就是这个h群体的这个概率 它有一个上界 这个上界被这么一传递之后 被一个多项式量级的系数给框住了 这个是比2的n次方要远远合理的 更何况它把k给引进来了 k是什么呢 k是不同h的 它的本身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这个上界不止依赖于数据的个数 它还依赖于h的本身的特征 只不过现在还只是一个理想结果 真实的情况 把这个挡住 这一部分要做一些修正 修正成这个样子 n换成2n 2换成4 这儿的-2换成-1分之1 也就是这儿需要换一下 b里面的这个n换成2n 后面是4-1分之1 为什么呢 这是有严格证明的 只不过这个证明的过程 我们一般人不需要了解 林轩田老师 他在自己的课里也说了 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理解的方式 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 至于这些具体的数值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不用去考虑太多的细节 那这个系数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得到这么一个不等式 在这个不等式里面呢 h是作为一个固定的系数的 并没有把它放到随机变量里面 而经过我们变化之后 要去考虑一个h的群体 那这个时候 我们把h拿进来了 它作为了随机变量的一部分 表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到这儿呢 我们能看到 这一部分是通过一个数据集算出来的 而它呢 严格来说 它是要将所有的样本都要进行计算 才能算出 eout出来 但是在真实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样本数据 都拿过来进行计算 所以我们在这儿 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修正 把这里的eout 换成另外一组 ein 也就相当于是 我们在进行机器学习的时候 这是训练级 这是验证级 而这个验证级呢 它同样 还是一个dn 它的数据量的大小 还是n 只不过 这个和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数据级 经过这么一切换之后 那这里就要进行修正了 这要加上1分之1 前面要加上2 为什么呢 通过这个图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原来这个ein 减去eout 假如说ein在这儿 eout在这儿 它们之间的差值是这些 那这个ein平呢 它的eout 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偏差的 那偏差叠加上偏差 ein和这个ein平 它们之间的偏差 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说 这需要加上1分之1修正 这加上2 那于是 这个不等事 就被修正成了这个样子 n变成了2n 因为这是一个n 这是一个n 2n 前面呢 增加2 这部分 里面 有1分之1 1分之1 这儿拿进来平方 其实是等于 负1分之1 而这儿呢 是负1分之1 这儿还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部分原因呢 是因为 有了这样一个变化 原来是从 很大的一个样本空间里面 去挑出一个 少部分的n 那这里是相当于 很少一个部分嘛 那把这部分挑出来了 它是不会对原来 罐子里面的这个比例 产生影响的 但是现在呢 整个数据 它只有n加n 如果从这个里面 挑出来了n个数据 那原来里面 这个黄色和绿色 豆子的比率 就会发生变化 同样的不同 那它里面的结果 也会不同 于是这部分 大于1分之1 交换成这个样子 它减去的是 1印和1印皮 它们之间的均值 然后后面的 这个ε的系数 变成了1分之1 那把1分之1带进来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1分之1的平方 乘以2 那就是1分之1 那到现在 这里修正的这些系数 是怎么来的 就做出了解释了 那这儿成了 B2NK 那对应的 换成多项式的 这个上界的话 那就变成 2N的K减1次 然后后面写下来 那到这儿 大功告成 H的不同 可以通过这个上界 来进行识别了 它不止依赖于数据量 它还依赖于K 也就是H 它本身的特征 那到此 我们前面说的 那第三个问题 终于被解决了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个成立的前提 是存在bring point 到了这里 这第三个问题 终于被解决了 解决的关键 就是这个不等式 它规定了一个上界 这个上界 就不止和数据的数量有关了 它还和H的群体 这个特征有关 也就是那个K 那个bring point 这个代表的 就是这个群体的特征 那这个关键式 又被称为是VCG VC代表的是 两位俄罗斯的科学家 他们在2000年左右 提出了这个理论 从此 统计学习理论的基础 就算是被奠定了 大家要知道 在2000年之前 其实已经有很多 统计学习的萌芽了 像是神经网络 这样的连接主义 还有我们前面讲的 统计方法进行机器翻译 但是我估计 那个时候的机器学习方法 还都是科学家们 在各自的领域 凭着经验来做的 理论基础 也就是最多到PAC了 很简陋 而VC界被提出来之后 PAC理论就相当于是 经过了精装修 虽然还是不完美 但是已经好太多了 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对VC界这个概念 不是很熟悉 没错 因为对于大家来说 更熟悉的那个概念 是VC维度 这也很正常 VC界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公式 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 往往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 是把规律 用数学形式定量的表达出来 第二部分 就是对这个数学形式赋予意义 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规律的数学形式 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别的样子 有的时候 这两部分成就 是归于同一个人的 比如E等于MC方 爱因斯坦 他又不止把它给推荐出来了 还给他赋予了深刻的意义 他告诉我们 能量和物质是同源的 但有的时候 各自数学形式 和对数学形式进行解释 并不是同一个人 而且你还不能说 给出数学形式的那个人 就比给出解释的人更伟大 就比如说 薛定谔 他虽然推导出了薛定谔方程 但是这个方程 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反而是波恩 他用概率波的概念 对薛定谔方程进行解释之后 薛定谔方程 才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意义 而波恩 也正因为这个解释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VC这两位数学家 他们就没有把 解释VC界的机会 让给别人 他们用VC维度 为这个数学公式赋予了意义 VC维的数学形式很简单 它就是把这里的K-1 换成VC维 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常的深刻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和我一样 产生过好奇心啊 为什么VC维度 它叫维度 我们一般说维度的时候 都是和某某空间有关 VC维度 它到底是什么空间的维度呢 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那你就能明白 我为什么说 VC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了 我自己最先接触到VC维的时候 总认为 它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因为在接触VC维的时候 最开始看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考虑线性模型 如果我的数据是一个二维的数据 那么在这 VC维它就是三 比二多一 如果数据是三维的 那VC维对应的就是四 四维的VC维对应的是五 这个我们前面的视频也讲过 很多讲VC维的时候 都会提到这一点 那在这呢 VC维它就等于 我这个数据的维度 也就是这个空间的维度 加一 既然已经有了空间的维度了 那为什么还需要一个 VC维这么一个概念呢 我当时就觉得比较多余 当然你可能会说 这只是针对线性模型 如果不是线性模型的话 就不能简单的说 它是空间的维度加一了 没错 但是呢 还是挡不住我去想 VC维它是多余的 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分析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 对于一个H来说 它随着N的变化 它都对应的有一个序列 那这个序列呢 它有两部分 一个是能被打散的 shatter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被打散的部分 当然这得是bring point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就是所有的情况 都是被shatter的 那如果bring point存在 那么这个序列 它就有自己的特征 那个特征 就是这个分界线 而这个分界线 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衡量 一个H 它的好坏 体现出来就是这个PH的上界嘛 所以说关键 我们是要把这个分界线 这个特征给体现出来 bring point呢 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呀 是这个分界线的右边 是最小的 不能被shatter的这个N 而VC维呢 它是这个分界线的左边 最大的能被shatter的这个N 那你说这两个 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我们无非就是 把这一个不等式 这个K-1 换成了DVC 也就是DVC等于K-1 当然你说这么解 可以让这个不等式更简单 但是这个真的是有必要的吗 我们已经有了bring point这个概念了 而且这个概念 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了 它能帮助我们去理解 增长函数的上界 那换成DVC呢 那这部分意义就不存在了 除非DVC有更深刻的意义 要不然的话 那这个概念还真的是有些多余 那这个DVC VC维度更深刻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来看了 我们还是先看 如果这个DVC 它是面对的一次模型的时候 它就是D加1嘛 那我们去分析一下这个D加1 在这个过程中 去看一下这个DVC 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那行 我们先把这个H是一次 这个问题表达出来 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集 是DN 这里面的元素是X和Y 那这个H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 其中X是数据 它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这里的X1X2一直到XD 它代表的是我这个数据的维度 也就是前面看到的那个空间的维度 而W呢 是X的系数 也就是我们说的权作 X乘以W加B 然后对它进行符号判断 它就等于Y 还有一种写法呢 是要把这个B给投出来 不是 是要把这个B写到上面 这样下面这个式子就能简单了 直接X乘以W B已经包含进去了 然后特别等于Y 为了后面我们理解方便 我用这个黄色的Y 来表示没有进行符号判断的 这样一个Y值 黑色的Y是进行符号判断的 后面我们会用到这个 来帮助我们理解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H 但其实我们能知道啊 不同的H 其实就是对应的不同的W W就代表不同的H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有一个数据的时候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要是有多个数据呢 就比如说有这么多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把数据进行转置 写成横向量 然后这么写下来 在这呢 我特意写了D加1个数据 因为这样能帮助我们后面去理解 其中这这个D加1 肯定是小一等于N的啊 那把这个数据按照横向量 拼成一个矩阵之后 这个矩阵和W相乘 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相量 这个相量就是Y值构成的相量了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样一个表达室 也知道它的来源了 那我们准备工作完成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 VC为等于D加1 它都包含哪些信息 它其实包含了两个 一个就是N等于D加1的时候 它是可以被shatter的 N等于D加2的时候 它是一个bring point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这是数据组成的矩阵乘以W 然后得到分类结果的向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矩阵 用X来表示 这个矩阵用Y来表示 然后N等于D加1的时候 可以被shatter 这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了Y的任何一种取值 任何一种情况 就是这里的不论是正还是负 他们这个正负的任意一种组合 都存在一个X和W 相成使得1是成立 使得它们成立 那我们怎么能证明 N等于D加1的时候 这种情况一定存在呢 那其实只需要去构造 这样一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全部都是0 第二组数据 在数据的第一个维度是1 第二个在数据的第二维度是1 反正就是这里这个对角线 全部都是1 其他的全部都是0 我们前面说过 能被shatter 只要存在一组数据 能被shatter 那就代表它是能被shatter的 所以说我只要构造出 这样一组数据 那这个数据组成的矩阵 这个矩阵的逆 它是一定存在的 只要这个X的逆存在 那么就一定存在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不论Y是什么 Y的任何值 它只要乘以X的逆 它就等于W 那这个时候 W就一定存在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构造了X之后 一定存在一个W 使得W和X相成 可以等于任何一种Y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证明了 N等于D加1的时候 它一定可以被shatter 那这个只是 VCV等于D加1的 一半信息 还有另一半信息 就是N的D加2 它是breakpoint 它是不能被shatter的 关于这一点 它又指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在指 在X这个的基础上 任意加一个数据 比如说XD加2 这个时候得到的结果 就是从Y1 一直到YD加2 对于这一组结果 它不会有所有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这个正负正负 它一定不是 所有的可能都有 那这一点 又该如何证明呢 那我们就可以先把 这个数据给加上来 这是我们新构造的X 在这个的基础上 多增加了一条数据 X1 X2 一直到XD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上面这部分 这是什么 如果是你特别熟悉 线性带数 或者是矩阵的话 那你马上就能知道 这里的所有的行 组成的向量 都是线性无关的 它们可以作为一组机 把任意一个其他向量 给线性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 XD加2 它可以用剩下的这些数据 线性表达出来 如果你熟悉线性带数 熟悉矩阵的话 你肯定知道 我在表达什么 我们就可以把它 理解成是这个样子 这一个向量 它代表X走 这个向量代表Y走 这个向量代表Z走 这儿呢 是每一个向量 它其实就代表了 一个空间里的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轴是不是 最多也就这么几种 而下面这个数据呢 它就代表了 在这个空间里的 任意一个向量 那你说这个向量 不论它怎么表达 是不是 它都可以用XYZ表达出来 在这也是一样 我们增加的任意一个数据 它都可以通过上面 进行线性表达出来 那有了这个式子之后 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去看一下 这一点是否能告诉我们 Y1到YD加2 不会有所有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会有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我们首先来看这里 增加了Y等于D加2之后 就相当于是 增加了这么一条 XD加2乘以W 然后进行符号运算 这是D加2 我们前面知道 D加1 它是可以被筛的 它是可以被打散的 那就代表了 上面这D加1个结果 它是任意组合都可以出现 那我们一定可以找到 有这么一组组合 它是和这里这个系数 A1 A2 A D加1 它们的符号相同 这个毫无疑问 因为它能被shatter 所以说一定能找到这么一组 找到这么一组之后 那么这一组结果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这里的每一项 都是同号相成 那就代表了 它们相加之后的结果 一定是大于0的 整个这个 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又在告诉我们 对于所有的Y1到YD加2 一定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前面的这些结果 它的符号 和A1 A2 这些系数相同 但是最后这一项 它小于0 这种情况 绝对不可能出现 因为这里 能线性表达嘛 这里每一项都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就能知道了 在D加2的地方 真的是不能被shatter的 D加2就是breakpoint 当我理解了这一点之后 我之前的一个疑问 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就是这个DVC 它等于D加1 这个E 它到底是哪来的 很简单呀 这里这个D加1 它其实就对应的X 前面这个D 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X的权重 那这个E是什么 就是这个B 所以说它是D加1 这个E 就代表这个偏致系数B 当然这是一个一次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发散一下 把这个问题扩展一下 如果是二次的呢 二次的时候 方程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它有1 2 3 4 5 5个权重 加一个偏致系数B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构造这么一个向量 用它来代表X 用这个向量来代表系数 那整个这个式子就是RX乘以W等于Y 这是一个数据的时候 如果是多个数据呢 比如说有N的 那我就可以从1到N 把这个数据都列下来 然后组成一个矩阵 在这个矩阵里面 我一定可以去构造出X比 矩阵 让它有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在这个形式下 是不是就跟我们前面考虑的一个问题一样了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它有1加5列 也就是这里的DVC 它等于5加1 其实我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考虑一下 这个维度到底是什么的维度 其实就是这个XN的维度 这个XN是什么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它的行 它是由数据的个数来组成的 它的列是由这个系数来组成的 或者说 它是由H它本身的性质来决定的 那由H和数据构成的这一组一组的向量 如果把它们画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话 那这些向量最少能被多少个维度来表示呢 那就是说 这些向量画出来的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面有多少维度 那这一点是不是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 矩阵的质这个概念 质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里面最大的线性不相关的那个行 这些最大的线性不相关的行 就可以组成这个空间里的坐标 其他所有的向量都可以由这些坐标来统一表达 这时候我们就能明白了 VC维 它为什么能被称为维度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空间里的维度 那这个空间比较特别 它不是由数据的空间来决定的 它也不是由细数的空间来决定的 而是它们相互一起来决定的 那了解了这些之后 我们就又可以去深入的去想一下了 最后能得出这里的VC维是1加5 那是因为我们这里能随意的去构造 任意的构造构造出这样一个矩阵来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矩阵它是有两个因素影响的 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细数 那如果我们对细数进行了约束 也就是对这些权重做出了约束 比如说SVM或者是政治化 对它进行了约束 约束之后 这里就不是可以任意表达的了 那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空间 可能你还是可以画出六个坐标来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情况都放进去 它其实可能只占了其中的五个维度 或者是四个维度 只需要更少的维度 就能把所有的情况都表达出来 那个时候它的维度就可能不是5加1了 而是比5加1更小 而这个也正是政治化的意义所在 它在约束的这个空间的维度 到这儿我想大家应该能明白 VC为真正的意义了吧 它可不是简单的 比数据维度多一个 比Bringpoint少一个 而是它真的是一个空间的维度 只不过这个空间 它是由数据和模型共同决定的 我们这儿具体讲的时候 只考虑了二分问题 但其实可以证明 这个VC维度是一个 适用性非常广的概念 就算不是二分问题 也依然适用 我自己在学到这儿的时候 把这些问题搞明白 就有一种用完牙下的痛快感 不过VC维度这个思想 它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了 实现机器学习的曙光 但是它也为我们带来了绝望 因为VC维度告诉我们 只要还是用大速定律 作为机器学习的基石 那么过你和这个问题 就永远无法逃避 这就代表了 现象背后的那个真相 我们永远只能近似 永远无法百分之百的学习到 政治化为什么会成为 机器学习的核心议题之一 就是因为VC维度的理论 告诉我们 这一切上帝都已经写好了 我们无法逃避 关于这个内容 我们就留到下一个视频 再好好讨论吧 接下来我就要说说自己的事了 不止有一个人和我说过 希望我能建一个群 能让感兴趣的人 在群里面直接的交流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也希望有一个群 能和大家能交流 遇到了问题 还能找人求助 这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但是我对于如何 才能维护好一个群 完全没底 首先我的社交属性素质很低 一打开群 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如果我建了一个群 群里面一下来很多人的话 我就会感觉自己hold不住了 如果不维护的话 让群野蛮发展 那这个群要么就变成了一个 没人发消息的僵尸群 要么就变成了一个 乱发消息的水群 这样的话 那除非是我做微商 否则这样的群 根本没有意义嘛 还有就是呢 我担心有人在群里问我问题 如果是你问我视频里面 有哪些没有讲清楚 这个问我 我基本上都是可以解答的 但是真的有人留言问我 说人工智能未来如何发展 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吧 我的这个视频内容呢 让大家产生了误解 认为我是这方面的从业者 或者是专家 但其实我真的不是啊 第一个视频讲卷辑的时候 我真的是才开始学习 继续学习的内容 很多问题 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我有的就是和大家一样的困惑 我的视频 其实就是在讲 我自己是如何解决这些困惑的 当然也有高人给过我建议 说你不要一下把群搞那么大嘛 最开始只召集十几个 志同道合的人 先把这个群给围护好了 慢慢的在这个群里面 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化 然后再逐渐的增加新人 这样呢 左右老群友带新群友 整个群的氛围就能好起来 这个主意好是好 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好 用什么方法可以召集起 这样一群人来 所以呢 建群的事就一拖再拖了 直到这么一件事发生 我觉得或许建群的时机就到了 这个事呢 是最近有人给我发私信 说是在csdn上 看到有人把我的视频内容 整理成文字版 用原创的形式发出来了 说他侵权了 我看一下 这位博主的内容 的确 他是在对我视频的内容进行整理 用到的图片 也是我视频的截图 不过呢 这个情况 他还不算是恶意的 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 还留下了我视频的链接 四舍五入 还算是帮我引流了 但是 这种情况 就让我引起了警惕啊 如果以后有人恶意转载了 怎么办呢 内容创作是挺不易的一件事 如果这种事真发生了 那我还是会觉得很心痛的 那最好的办法呢 当然是我自己先把视频的内容 整理成文字版 发到各大平台 这样侵权的问题就能少很多 但是呢 整理文字版 它是一个很花精力的事 不是说我把视频的字幕 转成文字 然后配上截图 发出来就行 视频 文字 它们媒体不一样 代表人们观看的习惯不同 视频 这是一个绝对线性的观看习惯 文字版就不是了 人们更习惯的是一个 快读 就是先用小标题 定义到自己感兴趣的段落 然后再细读 这个就要求 虽然讲的内容还相同 但是文章的体力和视频 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约等于重新创作了 于是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把精力 放到了整理文字版上 就没有精力去学新内容和做视频了 就在我还在犹豫 是不是要放慢视频的制作速度 先把文字版给整理出来的时候 突然就突发奇想 之前不是还挺困的吗 不知道怎么把志同道合的人 挑出来 然后聚到一起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做呢 如果有人愿意帮我整理文字版 那我们就交换联系方式 咱们在群里面 一起把这个事 协作给做好了 当然我知道 在我的观众里面 肯定是卧虎藏龙 有些都是机器学习的大佬 如果让他们来帮我整理文字版 那感觉就是大财小用了 我是这么想的 现在愿意花时间 花精力 帮我整理文字的 那应该就是和我一样 正在学习的同学 正在努力的学习 机器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也在找各种机会 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水平 这样的同学呢 我想我们的水平 应该是相当的 又有学好机器学习 这个相同的目标 再加上我们在群里 还有整理文字版 这样一个一起做的事 感觉这样的群的氛围 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所以呢 不是不需要高手 大佬们来帮忙 只是现阶段呢 我这个群还只相当于 是一个同学群 不是一个师生群 不过呢 我觉得很快 我都需要高手们来帮忙了 因为现在很多内容 我都是边学边分享的 很多地方我讲的 不严谨 或者是讲错了 等到我把文字版 给整理出来之后 这个时候 就可以再请高手们来帮忙 帮我挑错 帮我修改 把这部分做得更加好 讲了这么多 我其实还是没有说到 如果大家愿意 帮我整理文字版的话 怎样才能交换联系方式呢 暂时我也没能力 维护很多人 这次我觉得 能有一个五到十人 就差不多了 所以呢 要想进群 那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门槛的 只有有点像是 成为B站会员 需要回答一个问卷一样 这个是我的邮箱 如果说 你愿意帮我整理文字版的话 那就给这个地址 写一个邮件 在邮件上附上一个 你看我视频的学习笔记 如果我看到你的学习笔记 感觉和我的脑回路 非常一致的话 我就会给你回信 然后咱们交换联系方式 完成建群 这就是整个步骤 那好 到了这 整个视频就算是结束了 期待大家的来信